在台东泰玛里乡台九线三不散78公里处 一名驾驶至小客车的罗姓男子 从南网市区方向行驶 但疑似因为精神不济行驶到对象车道 还撞入路旁的早餐店里头 造成路灯早餐店的招牌 还有停放在店外的三辆机车都回顺 以及一名同车的乘客轻伤 警方货报到场处理 也配合消防人员把伤者送移 从外面中可以看到 一辆自小客车跨越到对象车道 完全没有减速 这是发生在泰玛里乡台九线378公里处 一名驾驶自小客车的罗姓男子 从南网市区的方向行驶 但疑似精神不济行驶到对象车道 撞入路旁的早餐店内 造成路灯早餐店招牌 及提放在店外的三辆机车损毁 以及一名同车乘客轻伤 在本分局辖区台九线南回公路美河路段 发生一件疑似汽车驾驶精神不济 驾车冲入路旁早餐店的车祸 造成一人受伤 本分局在此呼吁所有用路人 勿疲劳驾驶 若驾车疲惫 请到路旁适当处所 做适当的休息 以免发生看事 到分局呼吁驾驶朋友们 开车前养足精神在上路 切勿疲劳驾驶 如果途中发现精神不济情形 请立即停在适当的地点休息 以避免危险 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这总结泰马理想报道